擦擦桌椅收拾餐盘 客人一走就得马上整理 这里是连锁咖啡店一刻的中镇区门市 下午时段接近八成满座 但看看店内总共也只有三名员工 部外厂又得备餐 就算有小空档也得抓紧时间调整咖啡机 一刻不得闲 找帮手总公司发出征裁令 全省要再招募五十名员工 门市正职人员薪资上汉三万五 干部级平均薪资也有三万八 还有额外奖金制 抗营弹公司抢人似乎成了咖啡业常态 连锁咖啡店路易莎因为太缺人了 短短半年就调了三次薪 把八台人员的起薪调到三万五 高于一般餐饮外厂 甚至称薪工已经变成股案问题 就连曾夺得世界冠军的咖啡店 也要加入抢人大战 这家咖啡厅要把店开进桃圆金厂 现在开出三万九 要来找全职人员 而且如果通过出街的八台考试 还能把薪水调到四万一 为了等上一杯世界冠军 客人宁愿守在门口等 而咖啡店积极拓点接触高薪 门槛当然也不低 专家分析同样的是餐饮业 但咖啡这一行人才更难找 除了大多外场人员都得具备充咖啡专业外 还有这项特点 厨师他比较会偏向就是在料理 专业的技术的一个专业 看到很多的咖啡店 他其实除了这个咖啡比赛 或者是咖啡的调影之外 这时候他如果具备了所谓的咖啡师的能力 同时他也觉得说 我自己的相关这种所谓的管理背景不错 那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流动 其一的依照办事 再加上一些管理背景 部分咖啡店员往往偏向出来创业或是加盟 咖啡业人才养成不易 留财难上渣难 金新闻 吴亚迪丽丰慈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